当今世界貌似和平时则战乱不断 自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像一头饥饿的老虎在世界各地猎寻食物 朝鲜 卡塔尔 阿富汗 叙利亚都在老虎的食物链中 尤其是中东地区经不住老虎的盈威 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危险 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但中东有这么一个国家却敢摸老虎屁股 这个胆大包天的国家就是伊朗 近日伊朗再次应从美国险些擦枪走火 6月15日据CNN报道 美军两栖攻击舰导弹驱逐舰当货船在经过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海域时 与伊朗军舰遭遇 伊朗先是用聚光灯扫视两栖攻击舰和导弹驱逐舰没有发出射击的警告 但伊朗有海军竟用激光瞄准同航的CH-53直升机 伊朗的过火行为引发了美军高层的强烈不满 对此美海军第五舰队发言人比尔华盛顿痛批伊朗 这是缺乏安全与专业的行为 让双方的偶遇变得极为危险 伊朗之所以变得如此强硬敢于应怂美国 这和美国在伊朗的龌龊行为离不开 自今年以来两国更是每次互总正面碰撞擦枪走火时有发生 4月15日针对美国对朝鲜和伊朗导弹研制工程发出威胁之际 伊朗总统鲁哈尼公开表示伊朗是敌人攻击的受害者 伊朗加强武装力量研制导弹和战机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 6月5日沙特等九国在美国怂恿下公开宣布与卡塔尔端交 随即为了伊朗迅速向卡塔尔派出了5架飞机运送食品 以帮助卡塔尔稳定物资供应 6月7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朗议会大楼和德黑兰南部的底部最高领袖霍梅尼林 发生两起伊斯兰国恐怖袭击事件 两起事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39人受伤 事后伊朗媒体共批美国扶持IS是为了寻找本地区的战争代理工具 这是傲慢的强权用来打击伊朗的障眼法 6月11日伊朗官员指控美国支持IS恐怖组织 并且声称德黑兰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资料 适当时候就会拿出来证明美股是IS恐怖组织幕后大老板 众所周知中东是一块黄金之地 这里盛产石油民族成分复杂 各种势力鱼龙混搭 在美国看来这就是一块肥肉 也是美国军火商发财致富的好地方 为了谋取巨额利益 美军不断发动战争刺激军火生意 另外伊朗在中东地区战略位置重要 长期被俄罗斯视为大后方 如果可以在俄罗斯后方部署军事力量 就可以严重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 提前完成遏制俄罗斯的战略目标 这也是促使美国不持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原因 当然最关键的是控制了伊朗 就可以再次控制世界能源命脉 就能搞石油换美元的生意 从而建立石油美元体系 独霸天下的格局 这也是美国不遗余力想法设法 进军中东的真实意图 多年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 不断搅乱中东地区 导致该地区名不聊生 两伊战争 伊拉克战争死伤无数 迫使上百万居民流离失所 美国一手制造的血淋淋的事实 让伊朗难以相信美国 通过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和平的意愿 而事实上美国反恐是假 布局中东才是真 美国的企图怎能逃得过伊朗 以及伊朗背后俄罗斯的眼镜呢 所以俄罗斯这些年来 也是给予伊朗相当多的支持 为的就是不希望美国插手进来 因为美国一旦插手伊朗政局 就会颠覆伊朗政府 建立真正清美的政府 俄罗斯绝不会引狼入室 正因为有俄罗斯在背后撑腰 伊朗才能放开胆子正面应损 美国不落下风 这令美国极为恼火 因此被美国所幸将伊朗和朝鲜 一起定性为邪恶轴心国 美国认为伊朗和朝鲜一样 是欠收拾的对象 总而言之 中东动乱多年 该地区百姓苦不堪言 美国如果想获得中东国家的尊重 就得放下屠刀 投递和平橄榄 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 解决相关敏感问题 比如和伊朗纠缠不休的伊斯兰国问题 只有在平等对待各国 尊重各国主权 美国必然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收获 但是自特朗普上台之后 不是射导弹 就是暗地支持伊斯兰国 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 不忘火上加油 指望特朗普和伊朗等中东国家谈判 无异于天方夜谭